你好 欢迎来到网维钢进行之课 今天的题目是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今天我们继续来说克林的分工与贸易这本书 在我的历节里 西方经济学家和东方经济学家最大的立场差别 是政府应该在国民经济生活中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到底哪些事应该交给市场 而哪些事应该让政府解决呢 要实事求是的讨论 首先你不能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 你不能说支持政府出手就是爱国 而反对政府干预 让市场解决问题就是受了西方经济学的洗脑 为了防止这种偏见 咱们今天凡是提到政府的时候都特指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也干预市场 而且有很多错误的干预 政府干预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 宏观上的干预方法是通过比如说像增发货币或者财政赤字 去间接影响全局经济 这个话题咱们后面再说 而微观上的干预一般是政府想要影响某一个产业的发展 经济学家在直觉上总是希望凡是能让市场解决的问题都用市场解决 而如果你说这个问题市场没解决 经济学家很可能告诉你 那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市场化的程度还不够 比如说在沿海附近有一片渔场 如果渔民们随意的在这个渔场里捕鱼 那很快鱼就被抓光了嘛 这个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好的 请问你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工地悲剧 每个参与者都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儿 而受害的却是所有人 包括那些没有到这来捕鱼的人 在经济学家看起来 解决这种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私有化 人们之所以在这片渔场里面肆意捕捞不管不顾 是因为渔场是无主的 等于说就是有便宜不占白不占 但是如果渔场是我家的 那就好办了 捕鱼就得向我交钱 而我看鱼少了之后呢 我就可以涨价 鱼多了之后还可以降价 我一定会确保这个渔场可持续发展 因为你眼中的青山绿水就是我家的金山银山 在某些极其相信市场力量的经济学家眼中 政府根本就不应该参与经济活动 私有化是解决公共问题的最好办法 但是世界上可能只有经济学家这么喜欢私有化 有些东西真的不能私有化 比如说空气能私有化吗 我们不可能允许哪家公司拥有全国的空气 然后让大家给他付钱 你大概只能把空气交给政府管理 如果哪家炼钢厂造成了空气污染 那应该让政府跟他打交道 这样的事情就叫做市场失灵 市场的作用是让人对价格激励做出反应 使好的产品越来越多 不好的产品越来越少 所谓市场失灵就是个人对激励做出的反应 和公共利益相反 市场失灵的表现就是市场上生产了过多 或者过少的某种产品 比如说对于钢铁厂来说 如果他不用为空气污染负责 那他就只会在乎钢铁市场的需求 那么结果就是如果考虑到空气污染 钢铁被生产的太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 让政府出面用法规来限制企业排污 可能就是必要的手段 再比如说如果你需要保安服务 那让一户人家自己出钱雇保安就太贵了 如果没有人组织 我们就会有太少的保安服务 所以市场失灵了 而如果有人组织一下 强制要求每家每户必须交物业费 那整个小区一起出钱来雇几个保安 这件事情就完全可行 往大了说 这种强行收费的行为就是政府行为 像警察和军队这种服务 只有让政府去办 那要这么说的话 政府真正应该出手的时候 应该是市场失灵的时候 但是在真实世界里 政府可不仅仅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出手 克林重点举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例子 政府的一些政策 对金融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们知道2008年金融危机 首先是由房产市场的次贷危机引发的 现在我们回头看危机发生之前的情况 至少在下面两个方面 政府的行为很不正常 一个是当时大量的购房者的负债水平已经非常高 但是政策制定者居然还希望银行在发放贷款的时候能够更宽松力的 让更多的人去买房 而另外一个是当时很多购房贷款被证券化 然后出现了层层转包的事情 这个情况当时已经很严重 但是政府监管部门 他们似乎觉得这个情况还挺好 如果政府发现有一个什么指标已经偏离平衡了 难道不应该设法把它给调控回来吗 政府为什么还要往火上浇油的方向去推动呢 一个解释是情况到底严重不严重 在你身处历史现场的时候 你是看不出来的 政府是没有办法判断现在市场是不是失灵了 也许政府之所以这么推动 是希望造福于民 是想让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房 但是克林对这个解释非常不以为然 克林说 为什么让老百姓有自己的房子 这个就叫造福于民呢 租房不是也挺好吗 事实上我拥有自己的房子 对于我自己来说不一定有多大好处啊 而对别人对社会来说 几乎可以肯定没有什么好处 更何况这么多人贷款买房 整个社会的负债率非常高 这个怎么能是好事呢 再进一步 克林说 如果政府真的想让更多的人住上自己的房子 那他应该做的是设法降低房子的价格 但是美国政府做的恰恰相反 一方面政府通过各种法规限制住房开发用地 而且还弄出一大堆许可 而且还强制买一些无谓的保险 这些做法大大提升了房产的开发成本 这个是限制供给 而另一方面 政府又给买房的人提供各种优惠政策 鼓励个人贷款买房 这个是提升需求 一般限制供给 一般提升需求 这个太奇怪了 它是不符合经济学常识的 如果政府真的是想解决市场失灵 那么当你看到一个东西过剩的时候 你应该设法减少需求 减少供给 比如说降低钢铁产量 缓解污染 而如果你觉得一个东西生产不足 那你就应该增加需求 增加供给 比如说给人民提供保安服务 而我们看美国政府这个做法就很奇怪 一方面通过补贴来提高人们对房产的需求 而另一方面又限制房产的供应 这两个政策的作用是相反的 所以能不能让更多的老百姓住上自己的房子 可就不一定了 这个做法只有一个作用 那就是让房价上涨 单纯的经济学解释不了政府的这种行为 必须考虑政治因素 为此有一个专门的理论 叫做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 政府干预经济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 而是在为特殊的利益集团服务 利益集团这个词听着不像好词 但是它一般不是指邪恶势力 要是现在有这么一群有共同利益的人 那不管他们有没有组织 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利益集团 比如说全球汽车行业的生产者 他们就是一个利益集团 全国想要买车的消费者 他们也是一个利益集团 但是生产者集团和消费者集团 他们有本质区别 我们假设市场上某一个商品的供应关系 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如果你是这个产品的生产者 那你就会对这个变化特别敏感 因为搞不好 这个商品就没有市场了 那你不就失业了吗 但是作为消费者 因为你总是能找到替代商品的 所以你不会那么敏感 那这么一来 生产者集团 他们有着更强烈的共同诉求 他们更容易组织起来 成为集中利益集团 但是消费者集团 通常就没有什么组织 比如说汽车行业集团 就可能向政府施压 要求提高进口轿车的关税 保护本国利益 但是他们说的本国利益 其实是本国汽车生产者的利益 消费者因为敏感度没有那么高 就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也就是说 政府面临的来自两个集团的压力 是不对称的 在房产问题上 住房的拥有者 投资者提供房贷的公司 这些人形成了集中利益集团 他们会联合起来 要求政府采取措施 提升房价 柯林说 这些人构成了 华盛顿最大的游说势力 政府的房产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 是为这些人服务的 凡是这种一手补贴 一手限制市场准入 从而导致涨价的政策 可以说全是恶症 比如说教育问题 为什么美国大学的学费高涨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政府一方面给大学生提供了低息的学生贷款来补贴需求 而另一方面又对办学搞各种限制 像医疗就更是这样 美国政府对医生这个职业设置了极高的准入线 对新药上市设置了极其严格的门槛 这个就是限制供给 但是与此同时 政府还给老年人和穷人提供免费的医疗保险 这个就是补贴需求 那当然结果就是看病越来越贵 当然话说回来 这些政策在名义上可都是为了人民 难道对医生和新药不应该严格要求吗 难道政府不应该提供医疗保险吗 都说的有道理 但是政府如果完全不插手 也许市场能做到好的多 没有政府插手的领域 市场总是让东西越来越便宜 政府插手却有可能让东西越来越贵 经济学家总是认为 有问题最好让市场来解决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 也许政府应该干预 但是市场失灵又不太好判断 好 那到底在什么情况下的干预 是好的干预呢 克林提出了这么一个标准 他说如果做这件事对所有人的好处都差不多 而且人们讨价还价来做这件事太麻烦 那么这件事情让政府做就是最好的 比如说自来水 我们每个人都要喝水 而水源就那么几个 成立一堆小公司搞竞争很麻烦 干脆让政府来操办 交通设施也是这样 每个人都要走路 城市里面不可能每条路都设一个收费站 所以让政府来修路是最方便的 但是如果做这件事只对一部分人有好处 或者对有些人好处大 对有些人好处小 而市场交易又比较方便 这样的事情政府干预就没道理了 用全体纳税人的钱补贴一部分人的住房 这个对其他人公平吗 用全国人民的钱来建设几所精英大学 只有少数人能上 这个对吗 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 我们学习经济学不应该执着于某一个结论 而应该学习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 到底什么应该交给市场 什么应该交给政府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但是市场失灵和公共选择理论 这两个思路对分析问题特别有用 这就是今天日课的全部内容 今天日课 祝你每天都有收获